新一天屠龙记定档的消息成为焦点 这部改编版本的金庸武侠剧终于要开播了 不过现在最让人感慨的是这部剧的演员阵容 曾经的最美周芷若这次竟然也灭绝失态 这个跨度是不是有点大 新一天屠龙记中男女主角都是年轻演员 当然他们也都不算是小透明 至少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两个叫得出名的代表角色 不过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那些老演员 这部剧中有一个人也是大家熟悉的 那就是周海妹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海妹在新版 一天屠龙记中扮演的竟然是灭绝失态这个角色 这是认真的吗 要知道在较早版本的一天屠龙记中 周海妹可是演周芷若这个角色的呢 那还是马景涛扮演张无忌那一个版本的《以天屠龙记》 这部作品在1994年播出 叶童扮演赵敏 周海妹扮演周芷若 那也是很经典的一个版本 相信不少七十八零后观众应该看过吧 额眉派找到周芷若 要领向额眉派武功 芷若 我给你走不算了 走开 既然他突然向我们两个吵着 我怎么能一走了之 让天下英雄许 我们额眉派武功的力 似乎人未了结 在明月会过贵派渡额大师之后 额眉派才能算是天下第一 在高原原版周芷若出现之前 周海妹一直被称为最美周芷若 没想到现在到了最新版本的《以天屠龙记》中 周海妹都演《灭绝师太》这个角色了 这个跨度真的太大了 不过现在周海妹颜值再现 状态非常好 即便是灭绝师太 那她也能成为最美灭绝师太吧 不知道周海妹自己心里怎么想 估计她才是感慨最多的那个人